每部经销的业障 其实仍有区别 学佛的人 往往会碰到一个问题 每部经都讲功德最大 最销业障 咒语也是 大悲咒 棱言咒 佛都宣扬功德第一 好像没有听过有第二的 每个都第一 就反而麻烦了 但是话说 应该是什么病对什么药 什么业障对什么经 这样子讲比较合理 就像有些人很迷茫 修观音好 还是地藏好 浦门品说 念观音圣号功德 等于六十亿横和沙菩萨功德 地藏十轮经又说 拿种种的衣服饮食等 供养文书普贤观音弥勒的功德 不如一个人一读饭来供养地藏菩萨 这样子就打架了 每一众经 甚至佛号 都有他的性德在里面 医治众生不同的病苦 比如 你缺少慈悲 对别人常提不起关爱 总觉得手脚冰冷 你应该去修一修谱门品 观音菩萨具足慈悲的能量 这一点上观音菩萨排第一 如果一个人生命中带住残缺 有的人因为婚姻不顺 乃至事业破产 乃至受到一些伤害后 带住很破败的心来学佛的人 都是人格 不够健全 这类人适合修地藏经 你要知道 常没有安全感 学佛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信 有时候不信 你还是修地藏经开始 地藏菩萨排第一 地藏菩萨有弥补你生命漏洞的功能 我讲到地藏经很重要 因为目前有生命漏洞的人实在太多 尤其是年轻人 受了苦才来学佛 对不对 这个苦让他学佛是好事 但这也是生命存在漏洞 你没有弥补 然后你修秘法 修禅宗都会走偏调 历代祖师大德说 修行人身体要健康 心里也要健康 人格上要健全 出家人是做人天师表 微微堂堂 文才武略都要高 首先人格要健全 是最好的 包括有的人 到社会上混了很久 一点财运都没有 常被人看不起 就来佛门学 期待发财 这也是危险 哪怕你发财了 仍然要注意 生命中有漏洞 你认为没有财富是可耻的 有财富是光荣的 有这个对比在 你都会有堕地狱的因 如果一个人心态好 失业好 善心足 福报大 做许多善事 但植住心特别重时 这个人适合去修金刚经 金刚经是给发大心的人修的 不是给贫穷的人 不发心 到处说空空空的人修的 如果要治疗 千贪极度 不肯不失这一块 要失经是最好 要失佛有这个愿力 你知道吗 人千贪极度也是一种痛苦 但他无法解除这个阶 要失佛来治疗 这个病是最好的 每个经要受持 都必须要受一定戒律 而每个经戒律不同 比如修要失法门 最起码要受八观斋戒 修地藏经 还没有那魔高要求 你只要受持好五戒 最好不吃肉就好了 你要修法华经 戒律受持的要更多了 六根都要看护好 比八观斋戒还困难 昔日有人问一位隐士 什么是缘分 隐士想了一会说 缘是命 命是缘 此人听得糊里糊涂 不明其中的意思 然后就去问一位高僧 高僧说 缘是前生的修炼 这个人不明自己的前生如何 就去问佛祖 佛祖不语 用手指指天边的云 这人看去 云起云落 随风东西 自由漂泊 于是他当下顿悟 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缘如风 风不定 云聚是缘 云散也是缘 生命如云 生活也如云 感情如云 名利也如云 万千变化 云起时汹涌澎湃 云落时落寞舒缓 感情的事如云聚云散 名利的事如云散云聚 缘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风 世上有很多事可以求 唯有缘分难求 茫茫人海 浮华世界 多少人能真正寻觅到自己最完美的归宿 又有多少人在擦肩而过中错失了最好的机缘 或者又有多少人有正确的选择却站在了错误的时间和地点 有时缘去源流 支在人的一念之间 人无法更改自己的血缘 骨子里的东西根深蒂固 难以改变 即使后天的影响可以让人有无穷的变化空间 最终影响人做出影响自己一生的重大决定时 人的先天感觉会左右他的进退取舍 这或许方是命运的本来意义 特别类如感情之事 为情所困在所难免 取留聚散也许就在一念之间 毕竟这更是两人的彼此命运性格的交互感应 落花可有益 流水却无情 缘分更如风一样无形无状 无可把握 天下性情中人 世间痴难怨女 为的家缘 苦尽岁月 又在得失愁愁感叹 匆匆一生而过 问是坚情为何物 问天下何谓有缘 其实献急如风 来也是缘 去也是缘 以得是缘 未得亦是缘 不管你曾经有多美好的梦想 放弃是懒惰 抢求也不是最好的手段 曾经 一个赶伤快乐时光流失太快的朋友 告诉我原本在一起的那些 只有己不再往来 自己非常伤心 我说与其伤感 不如转念放宽 相遇是缘 错过也是缘 认识是缘 陌生也是缘 朋友是缘 敌人也是缘 恩爱是缘 别离也是缘 眷属是缘 夫妻也是缘 亲戚是缘 邻居也是缘 打骂是缘 和睦相处也是缘 信佛是缘 念佛也是缘 在家是缘 出家也是缘 成佛是缘 成魔也是缘 国泰民安是缘 天灾人祸也是缘 世界和平是缘 战争暴力也是缘 社会和谐是缘 秩序混乱也是缘 善缘恶缘 无缘不惧 逆缘顺缘 有缘不散 正所谓有缘则聚 无缘则散啊 缘来缘去 不必强求 缘分不是天定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缘分是根据自己的行为 随时都会改变的 如何改变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恶缘就会转善缘 无缘就会变有缘 无恶不作 诸善不行 善缘也会变恶缘 顺缘也会变逆缘 是善事恶皆自作 你我相识皆有缘 面带笑容截人缘 不识欢喜众善缘 你对我错相惜缘 顺我逆我消孽缘 生老病死了沉缘 果报好坏皆因缘 慈悲喜舍修佛缘 多念一声佛号 成就自己增上缘 能够读到这篇文章的人 都是有缘人 我问佛 如何让人们的心 不再感到孤单 我问佛 为何不跟所有女子 修花碧月的容颜 佛曰 那只是昙花一现 用来蒙蔽世俗的眼 没有什么美 可以低过一颗 纯净人爱的心 我把它赐给每一个女子 可有人让她蒙上了灰 我问佛 世间为何有那么多的遗憾 佛曰 这是一个娑婆的世界 娑婆既遗憾 没有遗憾 跟你再多幸福 也不会体会快乐 我问佛 如何让人们的心 不再感到孤单 佛曰 每一颗心 身来就是孤单 而残缺的 多数人带住这种残缺度过一生 只因于 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 不是疏忽错过 就是已失去了拥有他的资格 我问佛 如果可以遇到爱的人 却又怕不能把握 该怎么办 佛曰 留人间多少爱 迎福是千重变 和有情人做快乐的事 别问是结是缘 我问佛 为什么我每次下雪 都是我不在意的夜晚 不经意的时候 人们总会错过 很多真正的美丽 我问佛 那过几天还下不了雪 佛说 不要只盯住这个季节 错过了金冬 佛曰 人生有八苦 生老病死 爱别离 愿长久 求不得 放不下 只有在体验痛苦的过程中 参透生命的真谛 才能得到永生 春来花自清 秋之夜飘零 生存与自然法则之中 一个人必须看得懂 放得下 才能得到自在 而反之 若要从这些平常的细微之处来修复 就快速多了 念念为一切众生 那么 你的心是为一切众生 你在与一切众生结善缘 看到别人好 我们高兴 看到别人不好 我们替他们难过 并且 尽己所能地去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哪怕与自己有过节 也义无反顾去帮助 这就是一颗人后之心 有此心 就不用担心自己没有福报 量大幅就大 所以 实时守护自己的善心 守护自己的清静心 守护自己的一颗爱心 先做自己的护法 保持自己不造恶 身善良 口善良 心善良 进而 再去安护身边人的心 让他们感受到舒服与自在 遇到与自己性格 想法和愿力不一样的 不强求苟童 但也不会标新利益 只是相互地尊重与关怀 这样 您会越来越感受到 修福得福 真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